政府因應新冠肺炎押後立法會選舉一年 第六屆立法會將破天荒展開第五個立法年度 上年度未完成審議的多條政府法案和撥款都有望復活 在新一年繼續審議 不過堅了望綜合各方分析 上年度四條終止審議的法案在建制派當中各有反對聲音 相信很難翻山 我們先回顧一下上年度在法案委員會 因為時間不足而終止審議的法案 就包括關於垃圾徵費的條例草案 規管電子煙和加熱煙的條例草案 專型的士服務條例草案 以及就一手樓徵收空置稅的條例草案 由於四個法案委員會已經在內會作出報告兼解散 有分析就說 如果要重新處理四條法案就要先解決程序問題 包括法案是否能在原來的法案委員會繼續審議 還是要重新成立法案委員會等等 不過即使能恢復審議 仍然要解決夠不夠票的問題 有資深建制派就說 民建聯對垃圾徵費有保留 規管電子煙、自由黨又有人反對 而商界和地產界對空置稅更加大力批評 建制派自己本身都有爭吵 政府不如拖一下好過 加上一年時間很快過 如果政府真的要修改選舉條例 四條法案恐怕要擺在一邊了 至於財政撥款方面 除了抗疫防疫基金的撥款 關於明日大嶼田海計劃前期研究的撥款 似乎是勢在必行 有資深建制派人士說 目前財委會有關工程項目的撥款已經不多 就算政府不刻意調動議程 財委會新一年度也勢必要處理 自由黨和經民聯已經表明支持 但即使加上建制派六人組和工聯會等 政府對通過撥款也非十拿九穩 事關受握13票的民建聯和新聞黨 都對明日大嶼有保留 有建制中人說 目前經濟不景 預計未來政府會維持在低收入狀態 財政儲備有少不多 民建聯如果支持撥款 勢必惹來對手猛烈攻擊 而政府更有意快刀斬亂麻 將明日大嶼研究撥款 和其他田海工程的研究撥款捆綁 包括龍骨灘田海研究撥款 據了解 村民大力反對龍骨灘田海 新兼鄉議局主席和行會成員的 經民聯議員劉業強原本最尷尬 不知是要撐村民 還是要和政府同一陣線 聽聞有人就推波 叫村民向民建聯求助 如果政府一意孤行 捆綁撥款 將會令民建聯進一步陷入兩難 究竟怎樣拆彈 真是很考驗他們的政治智慧 在這方面 要看 年紀錄製造成員 不知情慧 不知情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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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情慶祝